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又來到松根啦 不過這一次呢 我們是來參加Pintoy的市集 那因為12月份的市集活動蠻多的 所以這一場我就沒有特別說一定要花多少錢 或是說有特別去物色看到的地方買什麼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好了 大家走囉 過去很常在LINE貼圖上面看到的胡子碰碰 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可是非常慚愧的 在Tracy介紹之前呢 我一直以為她是台灣的品牌耶 真的超羞愧的 那這個品牌的主要角色就是胡子碰碰 在碰碰身邊有很多的朋友圍繞 這裡裡面的微笑小花 都有像是羅德里格斯這種感覺很洋派的名字喔 那現場除了我們文具控比較常購買的小吊飾 明信片 貼紙和鞠膠帶之外呢 還有限量款的公仔 以這四尊來看的話 從左到右分別是貓 老鼠 碰碰是狗 還有熊 但是我最喜歡的小花算是碰碰 不過呢 最讓人開心的事情就是 在現場購買商品啊 可以請胡子碰碰的創作者 金澤老師簽名喔 那我跟老師說我喜歡兔子 老師先畫了碰碰啊 接下來在他頭上畫了一隻兔子 太可愛了啦 而且啊 老師很認真地學寫我們的名字喔 十分用心 你感受到了溫馨 那這些明信片的內容也是很有巧思的 我們就挑選幾張 在開箱時刻的時候再來好好介紹給大家 這是一個2017年成立的泰國品牌 主著是以這位小姑娘為核心 看起來像是日常生活中的我們 利用簡單的線條和色彩 在畫面上營造出舒適的氣氛 那這個品牌目前是有貼紙 明信片 卡片貼等等 據說還有手機殼和衣服可以購買 圖上內容都是比較生活化的呈現 有一些還帶有一點小黑鞋 這個品牌在2019年成立 那我會認識這個品牌啊 是在2021年 在製作2022年的日曆挑選影片的時候啊 當時接觸到了一本 生活密碼 農民日曆 雖然我並沒有入手 但是它把台灣的傳統花磚 還有鐵窗花設計 利用了孔版印刷的方式呈現 有一種古典美感 結果啊 今年他們再度出了這一本 2023 鬼卯年生活密碼 農民日曆 裡面的內容 一樣是使用台灣的傳統花磚 和鐵窗花設計 還有農民立的一些以及內容 都用圖像來轉譯 利用孔版印刷呈現 搭配使用日本的稻荷拌紙 摸起來有一點粗糙的質感 更凸顯出復古的感覺 它的平日是依照四季的不同 會有四種不同的顏色搭配 到了星期六日 就會是金色的印刷 很有儀式感吧 如果你還沒有挑選好明年的日曆 這一本可以考慮看看喔 那另外 好玩還有把花磚和鐵窗花 弄成非常有風格的紙膠袋 我們常見的老朋友樂意 這一回帶了幾樣新品到來 像是作者的寶寶小露蠟出生的紀念款 新枝 低調帶有優雅的氣質花卉 搭配部分的燙金質感 漂亮啦 再來是可愛的山野 一些小枝葉小果實的集結 在樂意的系列作品當中 很常看到他們穿插在花卉主角旁邊 那這次的山野 把配角直接晉升為主角 因為他們都小小的 是各自可以拆開使用的個體 所以我會覺得啊 手上哪一些角落突然有一點無聊的話 就可以讓這些小夥伴們加入來點綴 那這款橘獸也很厲害哦 是創作者的首橘作品呈現 之前有嘗試過刺繡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這種技術的難度之高 但不得不說啊 這種傳統工藝 這和橘招帶來呈現 真的非常美麗 國名系列啊 一直是我個人很喜歡的領域之一 在逛世集的時候啊 我偶然看到這個品牌 以埃及神話當中的達佬守護神 櫻頭人生的荷魯斯為名 那先前開箱大人的圖鑑系列時 也有看到很可愛的梅杰德 身為流量密碼的他 當然是有系列商品咯 那這個品牌 主要販售的是造型和埃及相關的擴箱石 香氛蠟燭這類的產品 不過呢 我對於他們家出的貼紙是最感興趣的 所以這一次就帶來一點回家 我們先前曾經有介紹過 符合我個人審美的苗條鋼筆 就是來自品出這個品牌 筆觸Pen是2018年成立的書寫設計品牌 當初在尋找鋼筆的時候啊 在文具康朋友的推薦下 認識這個品牌 這樣子美麗優先系的鋼筆 對於我這種大手女子來說 書寫起來也是很勝手的 那除了我們之前選購的這種素色 還有漸層色的品項之外呢 後來還有出筆蓋設計 加入到幾何線條的版本 那最新款 就是這種六掌型的鋼筆啦 和前面兩款相比哦 會更適合男孩子使用 當品出鋼筆 不只在製作鋼筆的時候很用心 布置的名片盒 還有之前我們看過的筆座 以及皮製的筆套 這些鋼筆周邊 也都維持著不錯的質感 不管是要自用 還是送禮都很不錯 我也希望他們以後 可以出更多的款式 給大家來選用 在市集中 拼扣一盒大型的品牌聯名產品 也很值得一看哦 像是萬尼可愛的Miffy 非常貼近生活的Line Friends 還有經典偶像Hello Kitty也來了 很特別的是 這邊還有他們和來本冊子 合作的手工書DIY組哦 好啦這一次我帶回來 什麼樣的好棒棒朋友們呢 先來看看精細挑選的戰利品們 我買了一卷 看起來是實用派的手帳好幫手 有跳樣式的快樂PonPon 實在是很療癒耶 在這裡可以看到PonPon 和動物朋友們的互動 還有很多PonPon的會寫日常 像是會裝成一半的橘子 或是拿法國麵包撞飛老爺爺 帶著1號表情的PonPon 真是超級的萌爆耶 還有重頭戲 是金澤老師的簽名哦 正面是我最喜歡的PonPon畫四畫像 結果把自己畫成宇宙第一帥 這裡面有11張的貼紙 分別是歐西里斯 他是愛奇神話中掌管陰間的神 也是荷魯斯的父親 荷魯斯 伊西斯 也就是荷魯斯的母親 那這邊是有兩張 還有哈托爾 在神話故事裡面 有被說成是荷魯斯 或是拉等神明的太太 還有兩張法老 阿努比斯 在神話中的死神 以及貝斯特 還有荷魯斯之眼 以及這個應該是安卡 還有這一包 會購買這個香料包啊 單純是覺得 這樣的東西 似乎是蠻流行的 在歐美國家 也好像都會喝一點熱紅酒 來暖冬 所以我們就試試看吧 好的 那接下來介紹的 都是贈品 我在第一天早鳥進場 是獲得了茶子糖的沐浴試用組 那在需要檢查身份證的燈大廊區呢 獲得了18斤的用品 那消費滿額獲得的 有這個蠻實用的小背帶 它是Line Friends的圖案 還有這個迪夢奇的轉譯貼紙 誒一包裡面還有這麼多張誒 而且圖案是偏大眾化的 應該是算實用派 最後是這個北尾研製的滾珠精油 市價應該是不便宜的 算是蠻棒的收穫 那最後呢 還有填寫問卷就送的 2022年日曆 是Pincoin和Line Friends的聯名款 我在去年介紹完日曆之後 才發現可可愛愛的這一本 一打開就可以看到裡面的 虎年熊大以及小貼紙 裡面的圖案都是Line Friends的角色 每個月都有不同的主題 有一些日子 還會有比較可愛的標語 到了週末 會有特殊的顏色配置 雖然說2022年已經快要過完了 但是Line這些角色們的魅力 真是難以抵擋啊 所以就填了問卷 拿一本回來收藏 以後看是要拼貼 或者是要做成禮物包裝 都還蠻實用的喔 好啦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的市集走跳和開箱 如果其中有您喜歡的品牌 都可以去好好的Follow和支持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留言給我們 也可以到IG Follow我們的最新動態 下次見啦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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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